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平常採訪的轄區 來做一場 這個不是演講 我通常都覺得 包括來我的電台 我都跟我的來賓說來開港 不要太過嚴重 所以因為我在教育電台 我有主持兩個節目 都是用台語在說 為什麼要主持台語 像我媽媽那一輩 大概民國二十幾年出生的 之前大概很多都穩滿 我覺得我當記者 當了三十幾年 我媽媽看不懂我寫的報導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對 所以幾年前有一個機會 教育電台他們要有一個 台語的節目主持人 他們要找一個搭檔 這個搭檔就是可以對地方很熟悉 然後可以邀請很多來賓來聊天 那剛剛我就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我應該為我媽媽來做這件事情 我每次都覺得說不管到社區到學校去演講 像我都在擺舊書談一樣 我都要擺出我很多的東西出來 那這個大概是我累積了將近這九年來的一個心血 這不是全部 我可以坦白跟你講 如果要擺出來 可能要兩三地圖 那每一次要演講 我都很想就是我的壓箱寶全部都翻出來 跟大家講說 這些書的一個編輯的採訪的過程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各位可能只是看到要一本書而已 可是我覺得就跟我們在採訪新聞一樣 你看到最後的那個新聞的呈現不是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是我們在採訪的那個過程 因為你會遇到很多的人事物 然後會碰到很多的那個環境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播一些影片 來讓各位跟我一樣就是在現場 看看到底我是怎麼樣去做一些採訪 然後你第一時間聽到那些故事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從五十歲開始就不知道怎麼樣歡熊 就在那個生日的一個 自己的生日親 就是家人的一個親生會裡面 我自己就默默的默許 因為我們大概生日都會有三個願望 我就第三個願望自己默許說 我半百之後應該要為高雄這座城市來寫一些東西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在做採訪的工作 在做紀錄 到這個年齡應該是應該要退休了 可是我覺得我不甘心 第一個就覺得自己在採訪的這個工作上已經應付的自如了 你說採訪經驗跟所有的寫作的技巧 對我來講都已經如火純青 我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寫了那麼多東西 你今天要叫我寫一個社會新聞 我也可以寫 寫政治新聞也可以寫 寫文心感人的這些社區的小故事 那更是我的拿手 把我很多的時間 我通通在幫地方在寫書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 那可能等一下會有一部影片 會來跟各位分享 因為一個人做一件事一定都有他的動機 我的動機其實就跟我當年 為什麼想要當記者 那個動機是非常單純 將近32年來 我從來都沒有改變我的初衷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有辦法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做了將近32年 我到今年的5月21號 我在自由時報就待滿32年 其實我對岡山 在我的生命當中 50幾年來 岡山這個地方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是跟我結緣 因為當年我從民國79年 1990年 當菜鳥記者 那天5月 其實我是5月21號的前一個禮拜 就已經進來自由時報 可是那時候就適用一個禮拜 沒有算薪水的 所以我應該是5月14號 就來到岡山報到 所以我當菜鳥記者 第一次就是來公山 那當時的採訪的區域 就跟現在一樣 大岡山11個行政區 我先飼料一下 今天我們在座的應該都是高雄的朋友吧 有沒有來自別的縣市的請舉手一下 謝謝 所以是來自台南 台南 好 謝謝 那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大高雄地區的好朋友 那其中因為我們現在高雄市有幾個區 各位知道嗎 我們已經合併十幾年了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們有幾個兄弟姐妹 我就不要賣關子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有38個行政區 38區 情河省 原來高雄縣 我相信應該在座很多都是原高雄縣 我們原高雄縣有27個鄉鎮市 還記得嗎 還有一個市 鳳山市 現在都變為區了 那原高雄市有11個行政區 所以27加11就38個行政區 我相信高雄現在有200 應該有227萬的市民 大概知道有38個行政區的應該很少 除非你是剛好你的工作就有負責 對整個區域的一個比較有概念 那平常我負責的區域就是從橋頭以北 到潔定以南 然後我們田寮、燕巢、以西 到台灣海峽 這座蕾子就是大江山地區 這邊有11個行政區 那就以岡山跟陸竹這個台一縣 為兩個比較重要的 因為人口也比較多 然後它的地理位置也比較重要 原先我們還有分那個岡山六鄉鎮 陸竹五鄉鎮 那後來因為整個合併以後 我們在跑新穹就會變成它是一個大岡山地區 那平常我就是縱橫在這個大岡山 這11個區裡面有漁村也有農村 比較海山的那裡就是漁村嘛 比較有的我們產業 這邊就是農村 那岡山是好像不山不四 它也有農業 然後漁業也有一點點 不過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在產業的部分 所以我們叫一個本州工業區 本州工業區的旁邊就是永安工業區 永安工業區 本州跟永安的東邊 這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很夯的 我們叫高雄科學園區的露竹基地 當然現在最夯的還是我們橋頭 現在也有一個科學園區 然後我們台積電也要來南紫 所以其實北高雄這邊 就我在跑新聞 我覺得大概近五年來 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所以有很多人住在岡山會覺得說 沒有什麼轉變 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什麼大的建設 可是就我以第三者來看 我覺得岡山這個地方 自從捷運有通到南岡山站以後 其實這幾年來這邊有很大 慢慢的在轉變 尤其在這一兩年87起重劃區 因為整個眷村的一個改建 那邊拆掉以後重劃區 包括我們很多社宅 現在那個什麼寵物公園 也都已經在這邊 還有合體公園 所以以我比較客觀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岡山這個地方 其實就我這將近大概32年 它有很大的轉變 所以有時候聽到有一些朋友 比較年輕的朋友 可能壁畫哥他年輕 甚至說可能就跟我兒子一樣 大概只有30歲 他們說岡山都沒有什麼變化 我心裡都在暗笑說 哪有在那邊沒有變化 那是你太年輕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 我應該還要再幫岡山 再寫一本 寫了這麼多本 其實岡山還沒有寫到 因為基本上寫這些都是很多區長來找我 那我覺得我當然要衡量自己的時間 我當然很貪心 因為我很希望說在我有生之年 我還頭腦還要很清楚 然後我還可以寫的時候 趕快去把每一個地方的很精彩的這些故事 把它紀錄下來 可是我跟各位一樣 一天都只有24個小時可以運用 那我已經盡量縮短我個人的時間 可是還是都一直悲哉 比如說像林亞聊 我本來那時候就剛開始要寫 區長就跟我說林亞聊是不是要寫四本 那時候也想說寫那個應該也還好啦 我就給人家答應下來 結果沒有想到說 光是這樣一本書 就要花至少兩年的時間 因為這裡面都不是複製貼上的這些資料 這些全部都是由所本 都是可能透過區公所 或是透過地方里長 或是透過我的朋友 或是透過地方的這些望族 然後再繼續去抓很多的線索 可以去訪問誰 然後誰了解哪一段歷史 所以光是林亞聊的這個流金歲月 這一本我就大概花了兩年 然後它的隔壁貴殘納 貴殘納大家不知道大概哪一個區域 林亞聊其實它的區域很小 就從我們現在 我們說那個高流中心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佩的那種音樂中心 有沒有 那個五五橋 五五橋 從那個岩城過來的這一段 那個玫瑰教堂那裡 這邊就叫做林亞聊 還有漢神百貨的這個成功路 就這個區塊而已喔 這個才是林亞聊 那過的貴殘 所以我們那裡有一個自強夜市 有沒有 雅齊 因為我跟他們說雅齊 你們都知道啦 我跟他們說一些地理位置 可能大家都要問問 說真的最好奇了 自強夜市到我們的市政府 市委行政中心這裡 這裡都叫做貴殘 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 叫林迪關 各位都知道 你們應該聽過吧 林迪關還過了五個房子 林迪關就是在我們的文化中心的周遭 到那個山多三圈 這裡都叫做林迪關 那些山多三圈那些算過殘了啦 應該說到那個光華夜市 就市政府到光華夜市的這一個區塊 叫做林迪關 包括那個文化中心 跟那個高四大 這塊都叫做林迪關 那高四大再過去 就我們現在輕軌嘛 那個凱旋路 那邊到衛武營文化園區 那個叫做五地處 所以還好我們的捷運 現在還有那個五塊厝 這個山名 所以各位 雖然沒有再聽到一些阿嬤在講五地處 可是因為有這個詞名 大家就會有一點印象 所以其實從很多的這些舊的地名 就有很精彩的故事可以講 那時候我不查 一時不查就跟人家答應說 好我們就來寫四本 因為在日治時期 林雅區 林雅區 這個區塊就有四個部落 就是這四個部落 長頭 區長就很有心 他說我們我們長頭 都來寫一本 結果給人家答應下來 我到現在還在悲哉 因為月城市 要做這些故事的採集 很不容易 因為 多次比較不像我們長頭 我們長頭就 你只要去找悲哩人 找地方一些腳 比較老大的 你跟他問說 誰 然後知道哪一段歷史 他一清二楚 比如說你要寫 確定的這些 歐漆 烏語的文化 你到當地去找一些老船長 他就可以跟你說一大堆 還是要說王船的文化 王船文化 找一個王船塞 可以做王船 什麼人可以做這個條件 當地你只要問幾個大佬 他們就一清二楚 可是在月都市的地方 因為人際的一個疏離 我們常常大概都不知道 我隔壁到底是住誰 對不對 所以你在城市 要去做這些文史的調查 反而是最難的 雖然他資源很多 人也很多 你隨便一找就有 可是你就不曉得要去找誰 每個人的一個聯絡的 都不是很緊密 所以就 反而在都市要做這些就很難 好 那自我介紹就非常簡單 剛剛主持人也有大概講了一下 各位會剛剛聽到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是四星大學 各位會編輯採訪科 因為我已經五十幾歲了 所以在我們那個年代 四星他是三專 那三專那時候他有分很多的科系 那這個就是我的第一志願 因為我以前我是讀高雄高工 我的專長是在修理電影像 冷氣跟家庭電器 可是那時候就讀一讀以後 就覺得沒有興趣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補習了一年 然後就考上四星 那邊採科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要當記者 因為我看了一篇報導文學 我覺得 有一個工作 然後你去體驗 體驗以後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表姐說 挨著記者 記者就是在做這個工作 你看 以前我們讀到高三快要畢業了 還不曉得說有記者這樣的行業 那所以就好像找到自己的興趣一樣 似懂非懂 就去讀了四星 那讀了三年以後 又不小心到馬祖的東營島去當兵 當了一年十個月 然後回來 就曾經在環球日報 我們以前應該三十幾年前 有一份報紙叫做環球日報在小港 他也辦了一年 那我剛好回來 就在那邊工作 進來是先當編輯 那工作一年 他也剛好準備要挖關門了 所以我就跳到自由時報來當記者 就從民國79年 那就當到現在 所以時間非常快 大概已經將近32年 那這幾年來 我大概除了我的本業以外 我其實做了很多業外的工作 包括當了很多的評審 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有一個浩克民宿的評審委員 因為各位現在都很注重休閒 這兩年是因為疫情 要不然如果沒有出國去玩的話 大概各位應該會很喜歡在國內 尤其在花東 有些基隆 宜蘭這些地方去旅遊 那旅遊 除了有飯店以外 其實現在我們國內有很多的民宿 那這些民宿他需要被管理 要不然每一次發生的事情 就經常會上到報紙的社會版面 所以政府就想要去做一些 有一些評管 所以我就也去當了浩克民宿的評審委員 每一年大概都可以看到幾十家的民宿 最主要就是要去看他的一些安全跟衛生的設備 不要讓各位去踩到地雷 也希望說他有一些需要該具有的這些安全的設備 比如說面火器、蒸煙器這些東西 不能亂裝針孔 這個我們都會去調查 所以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是休閒農場的認證的評審委員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的休閒農場 希望說他們除了這些現有的設備以外 應該要提供有一些教育的場域的認證 或是一些導覽解說的品質 所以這個也是我本業之外的一個延伸 因為其實當記者這個行業 你平常就是可以採訪很多不同領域的這些產業 或是人事務 因為我們有一句成語說見多視廣 你採訪多了以後 自然而然我們就會內化很多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有時候就可以幫很多的領域來做一些意見 所以包括明天在我們這個地方 也是有阿公電器文學獎的一個評審 那我也是從第一屆就一直擔任到現在 一直都在看國中處的賞文 那覺得小朋友其實不要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他們現在的年輕人 好像文字的那個駕馭能力越來越差 因為他們可能花在看書的時間 閱讀這方面可能會比較少 可是有時候他們蠻有創意的 他們在觀察整個生活的一些枝節末頁 有時候我覺得都會讓人家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所以其實都不要覺得說小孩子什麼都不懂 其實他什麼都懂 而且他觀察非常敏銳 所以明天我還要來這邊當評審 就包括這些零零種種 那我是覺得說我很願意把自己的一些經驗 貢獻給其他 就是如果他們認為說我們有提出的一些見解 有助於他們的一些增進的話 那我個人是非常願意 包括我們高雄市圖書館也是 每一年都有這樣的一個評鑑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各樣各業的朋友 在他們的工作崗位所做的一些努力 那剛剛 那這段是我給那個剛剛主持人 大概自我一個介紹 那就是最主要就是說 我到現在應該幫高雄 光是書的部分應該一二十本是跑不掉了 那還繼續在寫 今年文化局也在前幾天大概跟我在討論 我們150年前有一個湯姆森來到台灣 然後他踏查 他是一個旅行家 然後他在150年前就著訪了高雄很多的地方 然後就用相機紀錄了很多包括蘋果族 那個原住民的一些影像跟文化 那你看到現在我們還在看150年前 那個一個外國人他來這邊所看到的 這些那個他的一個紀錄 那今年文化局就想要幫他出一本繪本 那就有來找我 所以我也就 很多債都還沒有還清 我還是給人家答應了 因為覺得機會難得 那這是鋼山 我跟鋼山真的是很有緣分 因為包括二十幾年前 我後來就在阿聯那邊買房子 然後就把七小都帶來這裡 所以鋼山對我來講是有很深的一個情感 那鋼山是不斷的在蛻變當中 尤其大概這兩年 因為交通的一個建設 各位可以看到這陣子 在我們的南鋼山站 已經要延伸到火車站 大概就這兩年的時間就會通車 那我們繼續北沿 要到陸主的這一段 也已經計畫都通過了 所以就 各位都可以拭目以待 我覺得知識不是用來謀取利益 我們有稍微讀一點書的人 應該要有奉獻的精神 是要用來奉獻 應該要用來幫助別人 也許現在有人聽到講這句話 就覺得你就是在唱高調 可是我一直很希望他就是變成 我教育我下一代的一個家訓也好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在身體力行 因為當年我在想要當記者 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把我認為有趣的 很好的 很有新聞價值的這些題材 我能夠經由我的一個 好說生花廟筆也好 就經由我個人的一個體驗 然後我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32年來 這樣的信念完全沒有改變 我相信我經由一個新聞專業的 一個訓練的人 我應該加上我的這樣的一個 我的專業跟我的經驗 我絕對可以分辨出什麼新聞 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 這個好不好的一個定義就是說 是不是對一個人的那個心性 對整個社會有幫助 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在以前那樣的年代 台灣有很多類似這種 我覺得很感人的故事 你看整個來有一個人他四字 然後他就願意用他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去幫助別人 那不忘記是多辛苦的事情 我從小到現在 我都還一直聽我媽在萬壇 他出去他一定都要別人的一個協助 要不然連搭車什麼 是現在有稍微好一點 可是在早期 我們小的時候都經常會問他 都會聽他在講說 他問路人 然後別人也就用那種很不屑的眼光 就說要做你了 還要做你了 所以不識字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的老一輩來講 是在他們生活上 是一個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為什麼幾年前 會到教育電台去主持那個節目 也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要主持一個節目 給我媽媽跟我媽媽那一輩的老人家聽 所以我會我相信在座 有一些朋友都曾經來當過我的來賓 然後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傳達很多 我認為非常好的一個資訊 就擴充我們這些老人家的他的視野 各位也許會至於說 你知道你的效益到底有多大 我也不是名嘴 教育電台也不是一個很怎麼樣的一個電台 可是就是我們有機會 我們就盡量去做 這就是我的一個人生的一個想法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大概今天選擇了三個 各位可以再重溫救夢一下 一個就是八八風災 八八風災也離我們大概十幾年前而已 各位想想看你八八風災那天 你到底在哪裡 你做了哪一些事情 你有哪一些感受 這個我拍照 我經常都會把地標把它標示出來 新聞事件這樣就很好奇了 這個就是在田寮的交流道 各位可以看到全部一片亡羊 這個是我第一時間 因為我家就住阿聯 所以我要跑災區 第一個就是我知道二人溪泛濫了 整個暴漲 所以離我家最近大概 這邊離我家大概兩公里 我就馬上去到這個現場 看八八風災的一個災況 然後這也是二人溪 就台南跟高雄的交界 就是那個我們說高鐵台南站 整個二人溪你看全部暴漲 你看到的這些水淹的地方 全部都是農田 然後那個路的指標在那裡 所以整個全部都是一片亡羊 因為那個時候我從陸竹 從湖內沒有辦法騎審道台一線過去台南 沒有辦法 因為整個都淹水都暴漲 所以還好那時候有這一條便道可以騎過去 然後這個就是審道 有沒有 這裡是台南 過去那邊就是湖內 差不多在嘉南大學那邊 往高雄的方向派過去 審道全部都是變成一片亡羊 這是當時我看到的紀錄 那時候我們有很多的單位就開始展開 尤其接送小孩的一個行動 各位看到這個是什麼 中華郵政除了送信還要救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現場做的一個紀錄 我覺得中華郵政其實他也可以把它變成那一個很好的文宣 我們出了送信 在災難的時候我們也會救人 對不對 我們學傳播的腦筋就是都會亂動 這個做文宣也很好 你看他有人苦衷作樂 就在審道去 湯把他拿在那裡騎腳踏車 然後在這個是湖內 湖內要往台南的那個方向 台17甲線 因為我們林冠長應該知道 在那裡的海埔 叫做海埔 那邊有餘溫 這也是餘溫 這也是水溝 這也是水溝 那也就是馬路 這個地方都可以爬旁去抓魚 這是當時爆爆風災的一個景象 這個是馬路 你看還可以撒網在那邊捕魚 那這個就我們鋼山 這個是國旋路 我們文化中心旁邊這條國旋路 往那個空關的方向 然後這裡就是往子關 台19甲線 我就在那個沙甲湯 你看當時就已經橡皮艇 都可以開橡皮艇了 所以我們後來為什麼志鴻池會住在這裡 聯保系志鴻池 就是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景象應該 應該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至少這幾年 那其實爆爆風災 受災最重 最嚴重的就是 這裡是哪裡 小林 小林村 這是第一時間 我們跑那邊的記者 他當時就跟著國軍部隊 就徒步 就這樣挺進到第一現場 拍了這張照片 完全也加鈴 他就跟人家混進去了 後來他怎麼出來 因為進得去可是出不來 那個路實在太 後來冒充濫民 搭直升機出來 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就是為了要把 第一手的災難現場傳出來 因為當時整個衛星也沒有辦法傳送 所以就只好我去那邊紀錄拍了以後 然後想辦法回來報社 把這個資訊傳達給各位 這個是災後大概第三天 我騎著我的自動車去接他 去接他的班 所拍到的小林村的一個災礦 採訪這些整個過程 其實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每天我就從阿聯 就兵分兩線 如果要去小林就是跑甲仙那條線 另外還有種在區就是六龜 六龜的那個新威 新發 所以我們當時 就只能夠用自動車 我的KTR這樣跑行文 這個是你看 罹難者家屬 趕到現場看到這樣 然後就在那邊 爸爸媽媽這樣子 那其實在現在的一個氣氛之下 你在按那個快門 其實都會發抖 坦白講 那這個就是他們要去祭拜的 因為一看就大概 已經是人都救不出來了 所以就你看 扛著這些東西要去祭拜 整個都六龜 那我就會去尋找 我要去講述這一件事情的一個悲慘 應該用從畫面怎麼樣去讓各位了解 所以這是一片 我在災難現場裡面看到的一個 北極電的一個小林村遊行紀錄片 然後就在現場就躺在那邊 我就用這樣一塊來跟大家講述說 就是人是以非 那當時很多的媒體也都到現場去採訪 那我就目睹了一個 這個女記者差一點就被這個激流 這個在六龜的那個紅什麼牽羽 就有一條蜥 然後她就在播報的時候 然後就一不小心就滑下去 那滑下去本來她的攝影記者 還一直在拍她 我就在對阿 我就喊她說 你要趕快救她 你怎麼一直在拍她 所以有時候 那這一位是當時他們第一時間 跑出來 然後到被 被那個直升機從那個小林搭直升機 來到齊山國中 然後被放到齊山的複佑館的那一批難民 就是他們跟我們講說 整個小林村滅村 他是跑最後一位 因為他中風 所以你看他都沒有穿褲子 那出來馬上跟他的家人報平安 這都是我們在第一現場所看到的那個 那出來 很多親戚都來到這個地方會合 那他們就說 都去了 你們什麼人都走不出來 就都往生了 然後 當時就趕快統計那個名單 所以這個是家屬在看死亡名單 所以其實你就知道我在按下這個快門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怎麼樣 你看到他們的那個 就又驚又喜這樣子 那這個因為當時可能各位都忙著你們自己的一個災害的一個清理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像這個阿嬤就都很幸運 是他不是小林的 他不知道是從哪一個村落 被送到順賢宮 內門的順賢宮 那時候也是一個避難的場所 那這一位他就知道他媽媽已經沒有逃出來 所以我們慈濟的師姐就抱著他 然後就拍下他很難過的那一刻 那當然有死亡也有重生 那這是我們原住民的媽媽 那就剛好在那個時候生下小寶寶 所以死亡跟重生 這是我們經常在採訪第一現場 會看到的很大的一個衝擊 那像這個是桃園 桃園的一個阿嬤姑姑 然後也會看到很多很讓人家很感動的父愛 這個爸爸從六龜的深山 就這樣用著背包帶他的小孩 就走了一天一夜就逃出來了 你看這個小孩子 一到這個賈仙就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就迫不及待要趕快喝水 要吃東西 然後那個第一現場就會看到很多 這是來自高雄的這些阿伯 他們在那邊 因為河川很激流 所以他們要架設 用漂流木架設一個木橋 木橋 然後讓他們可以順利的通過 那這中間有很多故事 那整個救難大概到一個階段 當然最後就是要統計有多少人的一個往生 然後有一個公計 然後就會有這些來不及長大的一些畫面 然後阿嬤們他們被安置在一些營區 像那個鳳雄營區 然後就暫時在那邊那個 那當時 齊山國中是直升機降落的一個主要的地方 所以你看連因為數量非常多 所以當時在維持秩序的警察 都忍不住拿那個手機來紀錄這一個 那記者就是 那現場看到什麼 我覺得有趣的 很感人的 我就會把它拍下來做紀錄 那這個就是被安置在賈仙的那個龍鳳 好像是龍鳳宮 龍鳳寺 小朋友就在那邊先安置 然後就有一些溫馨感人的這些畫面 這只是我在紀錄八八風災 好幾千張照片裡面 我大概稍微篩選出來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樣在我們那個原住民的地方 各位聽過萬山岩雕嗎 有聽過萬山岩雕嗎 有齁 好 萬山岩雕 大概就是在我們那個中央山脈 很痠癌很痠癌 大概從茂林 這邊過去開車大概走那個左口溪 還要大概再開兩三個鐘頭 你才會到一個點 然後從那個點開始 那時候我們都標記叫做一號吊橋 從一號吊橋那邊呢 才開始用走路的方式 就是用爬山的方式 去看看散布在四個地方 這就是在高雄跟台東交界的中央山脈裡面 那裡有四個地方 那個石頭很大 然後都有被雕刻 可是雕刻就只有符號 有的可能只是一個點 那你如果看不到 可能都要專家 像我們劉宜昌老師 這些考古專家 看得出來 那個是人雕琢的 雕琢的 那就是一個洞而已 那個有什麼 那個叫做岩雕 就在那個大石頭裡面有雕刻 有的比較具象 有的就只有一個點一個點 就在莫拉克風災之前 2008年 我有一個機會 當時我們這個地方就是高雄縣文化劇 那他們就是要 有一個名額要給記者隨行去採訪 那還好我自己年前體力還算好 所以就跟著去 因為去採訪這個 沒有輕鬆欸 要八千七夜 七天六夜 去了七天 住了六個晚上 當然我們那團應該算是豪華團 所謂豪華團就是因為它是文件會的一個探勘的行程 因為我們要先去了解 那個遺址到底是有什麼文化價值 大概是什麼年代 為什麼會 在那個地方會有人在那邊雕刻 雕刻那些符號到底要傳達什麼東西 沒有任何文字留下來 連當地的原住民也不知道 所以就很廢人遺失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申請這個地方要成為國定的遺址 要具有這樣的身分 當然就是要有一批專家去那邊探勘 還去測量 所以他們就是去做那件事情 我就隨行去觀察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天來到一號吊橋 就睡在這邊了 因為我們都是在冬天的時候去 比較不會有那個吸水的問題 原住民朋友就很興奮 因為去那邊他們可以名正言順的打獵 因為深山就是原住民的冰箱 我們一行二、三十個人 我們的女性哪有可能住那麼多 雖然有這些山青幫我們搬很多的糧食 可是總不可能二、三十個 你看要吃七天六夜的這些伙食 那個是很龐大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吃料理包 那第一天大家就要先加菜 原住民朋友就開始試裂槍 因為晚上要去裂什麼 三槍 要去打飛鼠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槍的情形 我們就是擺著 這個就是我們最豪華的自助餐 吃飯就是這樣吃 那這個 因為試過近千了 所以破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是高聲顧語 這個都保育類的 這個其實不能吃 可是我剛剛提到說那個就是冰箱 那麼多人要吃 其實也不好吃 大家不要去那個 這個是三槍肉 那到那邊當然也會有一些休閒 你看在中央山脈裡面有溫泉 這些都是天然的溫泉 所以我們就坦承相待 在裡面 這就是一個福利 晚上就是這樣睡 大家都會戴著睡袋 然後就用一個那個棚子 稍微遮一下那個露水 就是這樣在中央山脈採訪的一個很有趣的 好隔天就開始 我們就這樣整裝 所以那時候體力還算不錯 我會 雖然只有帶你自己的東西 可是因為還有相機 還有很多東西 也二十幾公斤應該跑不掉 所以去那邊採訪 也要有相當的體力 現在一間躺了沒辦法 你看這我偷拍的 在野外 然後你就是盥洗什麼的 就是依照那樣的一個吸水 那個吸水其實都很乾淨 那就要出發之前 大家就盥洗一下這樣 然後第一餐就是有三槍肉可以吃 第二餐沒有了 就開始發這個料理包 然後就做飯糰 這個過程其實都還蠻驚險的 各位如果看到有一些 我們現在開放山林了 所以很多的民眾 他們很喜歡往山裡面去 可是山其實是充滿很多危險 他需要具備很多登山的知識 那我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隨行有這些山青來做協助 所以其實這樣也都很危險 你看光是那個塑溪 其實他不是很深 可是很濕滑 那樓草其實我們要走的這些路徑 事先這些山青都已經有來砍過了 要不然就走過了 要不然裡面是沒有 裡面只有受盡 沒有人盡 就是只有動物在走的那些路線 沒有人走的地方 那景色就真的非常漂亮 我們就是碰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峭壁懸崖 你就是要攀繩這樣上去 所以其實要去之前 我也不曉得這麼驚險 那當然我也不敢讓家人知道 因為知道可能就會反對 不希望我們去 那有時候還要架這個木梯 簡便的木梯這樣通行 好這個就是最精彩的 岩雕 你看這個形狀到底是什麼 他有一個人臉 有沒有 背後好像是一個螺旋狀的 所以有人說在早期 高岳榮老師發現初期 有人就開始猜測 這是外星人的一個傑作 所以就是為了要證實 這個為什麼會在茂林這麼深山裡面 有出現類似這樣的岩雕 到現在還是個米 還是沒有辦法解開 那這個是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整個都是落葉 但現在如果po這一張 我們會被罵死 所以我們在破壞古蹟 可是當時因為要做測量 那上面全部都覆蓋了這個樹葉 因為它中年累月都很少人去那邊 所以當時就大家在那邊 把落葉清除掉 然後讓那些圖案能夠出來 因為要做拓印的一個工作 那像類似這樣 到底他在傳達什麼 不知道 所以劉宜昌老師就是 因為他是考古專家 就要去了解大概這個是用什麼工具去弄出來的 那後來就一直推測台灣有鐵器的時代 大概是一萬年前 一萬年前台灣才有原住民用那個鐵器去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這個國定遺址就是它至少已經是一萬年前的事情了 就是用這樣推測 可是到底是誰來磕 磕這個到底什麼意義 不知道 這裡是不是以前就是所謂的博二 哪知道啊 因為已經經過那麼久了 地殼的一個變動之類的 結果此行我就發現 我就回來寫了一則大獨家 就在那個很多岩石中間就發現silicon 然後才發現有一些那個就被用silicon去複製 有人要用那個圖案去做其他文創的一些 所以回來主辦單位應該很後悔邀請我去 回來就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 自由時報就登在頭版頭 那就引起很大的一個 引起很大的討論跟關注 不過也因為這樣 讓我們的文化主管單位知道那邊有人在破壞 所以後來把它升為國定遺址 然後就做了很多的一些保護的措施 包括這些 你走過去你可能不會覺得這有什麼 那個在考古的人來講 專家會覺得這個非常有什麼 像這樣 你會覺得好像 你會說財山不是一堆嗎 不一樣喔 我們不一樣的就是多少聽老師這樣說 對 像這個圖案完全都不一樣 到底是什麼科的 那個量體都很大 所以當時就只有小地區而已 所以全部都是獨家 你看我們都 雖然有機捕車可以坐 可是都還蠻驚險的 整個山中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當年發現這個萬山岩雕的第一個老師高葉龍 他已經過世了 好像在兩三年前就過世了 當時他已經70幾歲 我就想說我那時候才30幾歲還40幾歲 人家70幾歲還可以這樣一路爬到那個地方 所以這也是讓各位看一下中岸山脈 這平常應該是很難得進去 因為進去都要再那個申請 申請入山鎮 這是當時要拖映的一個過程 我說車子就是只能夠低 在這裡 所以第一天晚上就在這邊過夜 然後就開始要爬山 那通常你就是 你看到對面那個點 然後明天我們就是要去那個地方 想說應該兩個小時就到了 沒有想到在山裡面不是這樣目測 目測是一回事 你看到的地方 然後你要先下切 然後再上切 然後再高繞 然後才會到那個地方 所以通常就是一天 來回就這樣一天 然後回來都都到那裡死了 所以要採訪 這個也都是要相當的體力 那這個是石板屋 在深山裡面的石板屋 這個 所以他們在推測說 這個是不是以前就是所謂的博厄 有一個博厄特區在這邊 然後藝術家就在這裡創作 會不會是這樣子 那時候都有很多的討論 要不然怎麼會在那個地方 然後有遺留很多這些 一些建築的一個構造在那裡呢 這就是劉宜昌老師 他就開始把他的一些專業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是從黃色的這一點 就是從一號吊橋 走七天六夜 走這麼長的一段路 所以很難得的一個採訪經驗 好 那後來我回來就寫了很多的報導 那標題當然 火燒青苔 塗礁荒謬 萬山岩雕群 遭羅令破巷 這個一出來就 我們文件會那個就大地震 那當然 我們就是把我們所看到的 而且我認為這個 這個事件非常的重要 應該要讓全國民眾知道 所以就隨隊採訪 班俊林、月專柳 探岩雕不不顯 那就做了一個 類似報導文學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報導 那這個就是我當年 我看到的那一篇報導文學以後 我想要當記者的一個初衷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採訪機會 我當然不會放掉 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南橫 我們知道南橫 在大概前年的大概幾月份的時候 就有通車 好像一月份的時候 可以通車到天池 那小弟也是自告奮勇 報社沒有派我去 而且那個地方又是我代班的地方 不是我本線就是這裡 然後我就自告奮勇說 好我來跑一趟 然後就騎著我的自動車 所以要去之前 我也怕過車 我就也到那個 我們附近的修車廠 請他輪子換一下 然後整個都檢查完了 才上路 這個一定要做 要不然本來是要去採訪 然後你反而去增加人家的困擾 這樣也不好 我就花了好幾千塊 好那這個是去那邊的第一餐 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所以就青菜炒飯這樣 好那主要就是要去採訪 隔天通車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從八八風災之後 就整個就封路在整修 那就到那一天就通車 可是只有到天池 那聽說下個月四月份 有可能會全通 那全通我們就又更累了 那不過也 這個就是所看到的 重建的一些工程 一個明隧道 那為什麼要騎機車去 不是耍帥 因為他全線幾乎都禁止停車 因為他有一些路 其實都還三路 本來就很窄 所以如果你停在那個地方 後面的那個會塞車 而且又危險 有時候他那邊還會有一些落石 那為了工作方便 所以就只好騎機車 所以有些人都覺得說 我是在耍帥 不是啦 我如果可以開車 我也願意開車 那你看沿途所看到的 那是當初走山 雖然去修復了 可是那個也很危險 用阿門桌這樣 所以南橫真的很漂亮 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 撥個時間去那邊走一走 那這個是在那個長青池最上面 可以看到玉山的地方 我們中央研究院在那邊 有設幾個這種裝置 他就是在偵測 如果有地震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有位移 哪裡有位移或什麼 這個機器就是在偵測 這就是長青池 最高的那個地方 天池 天池有多高 2280公尺 這個是天池附近 那邊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所以小滴就是用這樣來作業 後座 因為只有一個人去 所以街市就都放在那個 自己背背 我沿途電腦開著 馬上就這樣發稿 這個也破了我個人的一個 採訪的極限 因為本來是想說 去遊山玩水 回來再慢慢寫 報社說 既然你都去了 就現場發即時新聞 所以我是騎著自動車 然後就邊走邊拍照 然後邊採訪 馬上發即時 各位看到的即時新聞 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就是安全的 這個是要出發之前 出發之前都精神還很好 這就南橫的一個景色 非常漂亮 有機會真的要去走一走 這裡還是我們高雄市 我們要到那個 雅口那邊 才算是跟台東的交界 這個就是長青池 長青池就是當時有很多 為了要開這個南橫公路 然後犧牲的這些工作人員 在那邊安息 那這個就是天池 天池已經 跟以前的天池的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 我是在FB看到有人偷拍我 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也沒有機會自拍 看到我要出發 然後他 因為我一直在看他 他以為說偷拍是怎麼樣 其實我是不介意 那其實在我的 其實我的生活就是我的 也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的生活非常精彩 那 我不只是在我在工作的時候採訪 連我出去旅遊的時候 我都在採訪 所以採訪是無所不在 那前兩次去採訪的時候 去外國玩的時候 都剛好碰到當地有一些災情 所以我就 反正記者就是這樣 雖然你休假了 可是你到那邊 你看到了 就熟養 就還是想要發稿 所以第一次是到韓國 2015年 我弄當時的一個即時新聞 讓大家看一下 2015年韓國就是流行MERS MERS就像我們的SARS這樣 當時韓國人也很貴氣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 因為錢都已經付了 才爆發MERS 就是說取消又很不甘心 因為價都已經排好了 記者的價不好排 所以當時就說好 那我就硬著頭皮 就帶著去 結果剛開始去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在信道 而且他們有一個很好玩的說法 他們都吃泡菜 所以泡菜是可以擋MERS 所以剛開始都沒有人戴口罩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就發現疫情慢慢在擴大 所以我是在旅遊當中 我把我的觀察 然後我訪問導遊 導遊再去問韓國的導遊 還有問商店的這些店家 還有遊客 我這些報導就是這樣來的 我完全都不是從官方 所以開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旅遊團 就開始紛紛在退團了 像這個是小化國村 有去韓國就知道 然後 那個冬季煉歌的朝聖地 那個南移島 對 好第二天 開始疫情發燒 南韓的民眾 就戴口罩的人 就開始多了 這就是我觀察他們街頭 的一些畫面 好 然後他們跟我們一樣 有開始擺出這些口罩 專區 然後泡菜 他們就相信說 他會有抵抗MERS的超能力 好 那等到我們要回來之前 才發現我們這一團 是最後一團 因為已經重創他們南韓的觀光業 我們這一團說回來以後 就已經沒有團可以帶了 這是他們當地的那個導遊 所講的 所以這個是 我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我一樣可以再發稿 然後2018年到日本 剛好北海道也是大地震 所以我後來我要出國 我都盡量低調 不然有人說我帶塞 其實是因為發生了我才去的 因為不甘心團隊都繳了 所以那時候 剛開始發生強震的時候 各位是不是都看到說 哇北海道很嚴重 然後他們都沒得吃 有沒有 然後就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親自去看一趟以後 才發現胡扯連那些外店都亂寫的 人家強震之後 隔天店就來了 那個什麼夜景 人家隔天就有了 所以我是隔一兩天去 我就有看到那個百萬夜景 所以我去那邊 我覺得應該要幫日本人 寫一下正確的消息 所以你看 強震過後電力恢復 北海道台客逐漸回龍 我們就是正後第一批去的台客 這就是他們當時的街道 人家都有電了 好 那一樣我也是都 從這個旅遊的路線去採訪 然後強震過後 日韓館 日本的韓館 北海道的韓館 百萬夜景重佔光芒 我那時候是夜景看完以後 回到那個飯店馬上發稿的 所以你看當時的這一則稿子是幾點 10點11分發出去的 晚上11點11分 所以我沒人說 你到底是來試圖還是來上班的 又沒有人叫你要發稿 可是就記者的那個 記者魂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看到的那個韓館的夜景 好 那當時也會看到很多 因為他們感謝我們地震之後 還去那邊旅遊 所以有攤商就掛我們的國旗 然後我們住的飯店就還有房間升等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親身經歷 就又寫了一篇這樣的報導回來 好 那北海道它的供電還沒有恢復正常 所以那個早訪的電視台 就取消這個夜間的點燈 它這個電視塔本來是有夜間點燈 不過因為供電的問題 所以也是到那邊看到的 好 然後他們的Lawson 這是我們的Seven 也是為了要省電 所以他們店家也都很配合 我覺得這個都值得我們來學習 然後他也會在那個貼一些公告告示 他生意照做 可是他就為了省電 他的超商甚至招牌都沒有那個 就很配合 OK 這是我大概採訪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所以會想要幫高雄寫書第一本 就是從這個高雄漫漫遊 那這一本就是高雄縣市合併的時候 我們高雄市的文化局就發現 有38個行政區 可是我們好像彼此都不認識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寫一本 可以在高雄市就來做一個小旅行 就像我們現在出國 就是比較不方便出國嘛 所以就在國內旅遊一樣 就做一個國民旅遊 那除了到別的地方以外 高雄市是不是很好玩 可以玩哪一些 而且要玩得很有深度 真的是在那邊到那邊來 就深入到社區 那因為我從高雄縣的時代 我就是我們社區營造的輔導老師 所以我對很多的社區 因為本身有在跑新聞 所以我大概都很清楚 每一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故事 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很深入 所以後來就為了要寫這一本書 我們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 我以前規劃了 我當時是規劃十二條路線 可是因為這本書 他要考慮到他的成本 所以後來只選擇八條路線 那八條路線 每一條路線大概是一萬字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出版 他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規劃 就是學習怎麼樣去寫書 所以這是第一本 那這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非常實用 我們就鼓勵大家盡量不要開車 有捷運就搭捷運 沒有捷運就搭公車 沒有公車 你就是到那個地方 然後就想辦法 可能用走路用上步的方式 去深入到很多地方去旅遊 所以我們找了很多在地的達人 小農 還有很多的這些資訊 包括你要怎麼樣 從左營的高鐵 高鐵站出發來到奇山 然後如果你要進入到茂林 你要搭幾點的公車什麼 這些資訊我們全部都做一個非常詳細的收入 就是鼓勵大家用一種友善環境的方式 去做一個小旅行 那這本書聽說是我們文化局 那時候賣政府出版品 有史以來賣得最好賣到八刷 可是我的稿費都沒有增加 因為跟公公部門合作就是這樣 本來就不是要賺錢的 不過就很高興 那我就覺得 從這本開始以後 我就覺得 是不是我應該要來幫高雄寫一些東西 因為就發現 每一個地方都有故事 那我平常在福島這些社區 也經常跟老人家在聊天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故事 很趣 那應該要把它集結成策 要不然在自由時報第一個可能沒有版面 因為這個沒有點閱率 我真的不會跟妳說 我感覺很趣 你的市場上就是沒有票房 就是沒有點閱率 所以我寫出來不一定編輯會用 我經常都會覺得做白工 我就很氣餒 明明這麼好的東西 我願意花這麼多的心血去開發一個體材 然後把它寫得我覺得很好 可是就因為限於版面 因為報紙的那個章數就是這樣子 也真的是沒有辦法 頂多就是網路上可以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幫每一個地方來寫書 所以就因為這本開啟了我對 我寫高雄書的這樣的一個動機 那加上我們高雄市立圖書館總圖那邊 有一個不知道幾樓 四樓 有一個就是都是高雄書的一個專櫃 你要看有關高雄的一些書籍 可能就是到那個地方 那當時我去看了一下 我就覺得應該我可以來充實這邊的館場 所以就不聊了 那剛好那時候就有很多的區長 就也知道我有這樣的想法 那各位知道我們合併之後 那個官派的行政區 其實基本上他們沒有什麼經費 那我這個人是 我會幫助那種需要幫助的 如果那種很有資源的 我覺得就不需要我的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區長他願意做 我們就開始來做這些高雄書的一個部分 那我大概用幾個方式 讓各位看一下 在訪談的過程 這段是在說林仔廖 林仔廖那裡有一個校長 他說他會收金 太怕了 那也是我們的民俗文化 收金我覺得這個一聽就很有趣味性 所以各位看看 聽一下他在訪談的這一段過程 對 小孩就睡不著 小朋友就抱來讓我阿嬤受怕 因為他沒吃到手不能收 我阿嬤就叫我替他收 他的生病我阿嬤裂 所以我背起來就對了 這受怕我們很簡單 我們是十五斤香 米 他的衣服 那個小孩的衣服 和一個紅袋 這個紅袋 把爸爸的米 酒精的米 爸爸用得好 我好不好吃 我們現在十二生生間 我念給你聽你錄音 頭上就說 這個人 比如說少喝 女兒 喝少爐 十二條完成 精神 回來 他們老母子都回來了 你總共要念多少呢 三十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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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沒有 就喝少爐 十二條完成 精神 回來買 每十二句 就要回家和回家 喝少爐 十二條完成 精神 回來買 現在念了 十二句念了 回家 十二條完成 靠在神經 回家 十二條完成 靠在神經 回家 十二條完成 靠在拼 不清怕 無大兄 十二生神經 媽祖母大公 做的心面 我還想念書還是沒關係 媽祖母大公 太主要來 把我們 喝少爺 小娘 要十二條完成 窄 窄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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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窄窄 十二句 就這樣啦 還要再一個十二句 再一個十二句 那香喔 我現在用科學玩的 那香有香味 我們收收頭 會怕人家 就跑到老公 就跑到老皮 我也是運動要 都點了 都很健康 在收 收嘛 怎麼收 他怎麼睡 怎麼睡 我就睡不著說怕到 回去就好睡 嫁妹媽媽就說 好 有好有了 收不利 收不利 我跟你說 哈哈哈哈 插到地上身在咬的甘霸就在頂了 哇 你就那小子頂了 我們在你家裡等下 這也有科學根據 還要用我睡覺了 還要用我睡覺 還要睡覺 這個熬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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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驚嶺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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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 其實你在很多的採訪現場裡面聽故事 我都覺得是一種鄉修 我都比你們還早聽到這些有趣的那個 好 這個是在林亞聊 那我們來聽我們隔壁的竊竊 煮歌竊竊也有一段這樣的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地基主是我們在地 早前投開的人還有做的人一個信用 以前地基主他叫做武王 他為什麼叫做武王 因為以前武王是他在這裡都會有過心肌 都會在這裡埋葬 埋葬 或在這裡燒 因為以前做的不可能會吃武王 所以他會在這個海盒 海盒頭那裡 因為你說的虎也有一個冷靜的東西 在這裡之後他有算是一段的信用 他叫做武王 武王在海盒裡一直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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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次上延 牽牽 牽 牽 去牽牽 牽 牽腳 succ 在我們地方上一些勤勾的、留意宰的、做事的都會來這裡拜拜 拜拜的期間呢 因為他們來拜拜為了要表示對我們的生意 他們每一個來拜拜的、不斷討論的 他們都會準備一個櫃子 一個櫃子的櫃子,代表自己來拜 當時是櫃子上櫃子的時候 一天有五、六十櫃子在裡面 現在呢 因為這個櫃子和這個櫃子比較低 有些櫃子是請回到後 在廟來有剩十八的櫃子這樣 所以地基祖不是只有一個神而已 地基祖不是只有一個媽祖 不是喔 他像翁牙 每個地方的地基祖都會不一樣 所以這些精彩的故事都散佈在我們的每一個角落裡 那如果因為沒有 這個是因為要寫這個在地的書籍 才有機會去找到可能是里長或是在地的騎勞 去講述這一段故事 如果沒有這樣的機緣 可能這個只有他個人知道 所以高雄其實是一個很有故事的城市 他不是只有一個工業城市 我每次聽到有人說 台南是虎城 然後那邊很有文化的厚度 對 因為他發展比我們高雄快 比我們高雄久 可是高雄也不是沒有歷史 所以我們只有隔著一條二人溪跟台南為界 好像過一條里戰堂卡過來 高雄就很沒有文化水準 因為我本身是高雄小孩 我對這句話非常有意見 所以我就是寫出來讓大家看 因為可能各位比較沒有機會 可以去接觸到這些受訪的這些故事 那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寫出來給大家看 那通常我在寫這些故事書的時候 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大家古今對照 所以我們今天說靈仔鳥 有沒有 我剛才說的粉紅色的這塊 這一塊就叫做靈仔鳥 那我會有一個對照 比如說他這邊包括現在的行政區裡 是有幾個裡 這樣你們就知道 原來以前老婆說靈仔鳥 就是現在的行政區裡是哪幾個裡 貴殘那就是這幾個裡 紫色的 林德關又是這一塊 古代廚又是這裡 那這個就是老少賢儀 也是在保存地方的一些文化 所以保存地方文化其實沒有那麼難 那個沒有那麼困難 我們可以把阿嬤所講的語言 跟現代人可以理解的可以做一個融合 那這個也可以當作一個鄉土教材 那基本上我在寫這些地方故事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也會針對一些老照片 就是把它做成一個封面 讓大家有一個對照片的那個 然後也會針對一些可能一般 比如說我們講到人舞林武 大家對林武的英雄可能是什麼 工廠 工廠 大概也沒有什麼 可是我這樣寫人舞的這一本書 剛開始我要吸引大家對人舞有一個概念 而且是突破以往你的刻板印象 所以我出動空拍機去拍現在那個人舞的一個景況 所以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人舞的一個方式 像這個現在應該就是最火紅的地方 台積電要在這裡設廠了 半坪山 半坪山下的這個高雄念藥總廠 那這個也是空拍機拍的人舞的工業區 有高鐵經過 然後在後進西畔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社區 你看就是後進西剛好就到這邊有一個區流 這個叫中華社區 那這個就剛好都拜這個現在的科技 有空拍機這一個東西可以去鳥看 現在最新的一個建設 然後也有在地很有文化的一些這些主廠、溝處 那這個是在仁府裡的那個金寶處 金寶處大概就是在異大世界的周邊 他還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聚落 所以 那另外這個是黑塞拿 黑塞拿的一個大山 這邊的先住民大概就是從木葬 我們內門有一個木葬 那邊都是平埔族 那他們的祖先就千居來到這個地方落腳 所以在異大世界的邊 其實也有一個平埔族的一個聚落 叫做大山 那像這樣的一個故事 可能一般人都不太了解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一個地方的故事書 用一些故事 用一些插畫來講在地的故事 像說他們有一個社區當年在開發的時候 就聽說啦 那個才幾十年前的事情 就是工人去挖到一條 應該是蟒蛇還是什麼 都很大隻的抓 結果就把它殘死了以後 因為在整地就挖到它就把它弄死了 弄死了以後就把它煮來加菜吃 結果聽說那天晚上那個怪手就死掉了 就上吐下瀉死掉 其他有吃到部分的人也都有問題 都送醫 那其中有一個就精神pattai 那這個才發生在大概30年前 所以我們還去找到當事人 他們也證實說有這件事情 所以就像這個都會在地方的這些故事書 去把它做一個呈現 像我們的夢時代旁邊的社區 叫做新邦社區 那以前都是什麼 禁三帝 禁三帝知道了 我們以前就是很多原木 我們都是從東南亞國家 進來以後沿著愛河 所以你看愛河沿岸就有很多 包括那個同門路 中都那邊 那邊就有很多的 這種禁三帝 就以前木材工廠 他們大的木材原木進來以後 他要先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再慢慢去加工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很難想像說 在夢時代社區的 夢時代旁邊的社區 以前那個地方 就是現在我們輕軌經過 那錢證之心 那個地方 那個有這種所謂的禁三池 那個就是當地人的一個兒子的記憶 那我們就 我就會透過去引導他們 把他們把這段故事講出來 我們就把它寫出來 就變成他們在地的故事 我大概做地方的那個故事集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過程其實還蠻有趣的 來要說到翁淳 翁淳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以前我們對這種翁淳的文化 都一知半解 都看到在學翁淳 那個最高潮 可是翁淳是什麼人來做 為什麼要做翁淳 為什麼要做鄉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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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文化 不過以前的人 沒有去寫到紀錄這個 為什麼要做鄉淳 是沒有去看 沒有開放 不能去看 為什麼 因為走到外面 有一些什麼不乾淨的 去把我們這台鄉淳 用到 這樣這科學可能就不成功了 就不成功 那因為地方建教室一件大事 那個都是好幾年才會建一顆教 要花很多錢 沒有一個廟宇的主事者 他敢因為說開放這個 王船的建造的過程 像說讓你們這裡來紀錄 萬人才發生事情 那他要承擔很多責任 所以以前就是有宗教上的一個經濟 就不開放給大家看 都做了讓大家來看 所以做鄉淳的這個記憶 就很少被看見被了解 那我們大概這前幾年 有那個機會 認識那個蘇春發 他也是家庭人 他在二十幾歲就開始在做鄉淳 不過很可惜他在去年 去年底就往生了 今年初就告別式 所以我們文化局長還有我們那個 仕途的總管的林館長 都有來送那個大事最後一層 那我也是因為有那個機緣 就剛好來寫王船的好幾本書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鄉淳的一個縮時攝影 三個月怎麼樣去建造 我們就透過一個縮時攝影 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還不是最大燒的 因為這台是在高雄市的後裔 在山明區公所那個地方打造的 大概是我們決定的三分之二 或是二分之一大小而已 可是也大概要做三個月 這就是哪一個步驟 我們透過那個縮時攝影 第一次有記錄到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幫他寫了一本 在王船的男人 這本書 我們會跟他一樣的 在城市裡 爭套 我們有個人的 提供 好 來 怎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在去年應該算前年 就有一次建教 這次建教距離上一次是18年前 十八年 所以我們比東港都還要久 東港其實三年就一顆 他們每三年就會 我們現在其實都不講燒王船 應該說送王 送王 燒王船是比較不尊敬的一個說法 可是那是民間大概通稱的一個講法 所以這個送王 在我們決定來講 也有這樣的文化 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知名度那麼高 因為我們距離的時間太長了 你看白沙輪18年才建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固定 我們都是有發生卡碑的時候 就是那個拜拜的拔筊 他就是站立起來 可能是這樣 也可能是這樣 還是貼在那裡的桌布桌金 這個就是以我們廟宇的說法 就是說這個就是神明有話要跟我們講 你就要開始拔筊說 到底是什麼事情 就要去問書 然後就問到說 原來我們應該要建教 為什麼要做賬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人事間經常會有這個社會新聞發生 什麼車禍啦 什麼自殺之類的 這個就是因為人事間 充滿了太多的拍咪 所以這些應該要回到陰間 7月份可能有些人就沒有回去 所以我們就要來舉辦一棵桌 然後把這些模型 這些不好的東西就把它弄到那個網船裡面 因為就會有帶天巡守 就會壓解他們去到他們該去的地方 所以才要把網船給劃掉 就是送他們到別的地方去 這樣才會合盡平安 建教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平安計 所以你看這個如果沒有去做過一個這樣的一個研究 然後來跟大家說明 可能大家都只有看熱鬧 然後就不知所以然 然後甚至還會批評說 你們的很討厭 花那麼多錢 建一艘網船都要好幾百萬 你看建完沒有多久就把它燒掉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 有錢不不得開這樣 其實不是 它就是一個文化 一個地方信仰的文化 因為以前決定很多都是陶海人 那陶海人一齣你能不能安全回來 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以前很多的安全設備 捕魚的這些滴水下偵測 那個都沒有 所以人在無助的時候 就當然只會信神明 所以你出去平安回來 你就覺得說黑市媽祖不避壞 我有抓到黑市大賺錢 這個也是神明示給我的 所以等到在建教的時候 我把他給我的 我只是拿出一點點來表示我的心意 建教一個基本的人省的一個互動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的文化 應該要讓後面的人知道 不然我們都知道跨熱鬧 都不知道他的內涵 所以有關王傳的部分 我也寫了好幾本書 那這個就是決定去年 辦了這一個王教以後 那我們就想說要出一本書 所以就有一個沙昆雨火 網傳在線這本書 那我想這個也是拜現代的科技 因為有空拍機 所以可以從外海去拍到整個在海邊送網的一個盛況 那沙昆雨火是清代的一個八景之一 所以其實寫這些在地的文化 我也希望能夠有一個文化的內涵 所以沙昆雨火就當作這本書的書名 就是要告訴大家在清朝的時候 在我們決定從安平到決定的白沙輪這一段沙灘 這一段外海其實到晚上就有很多的漁船在那邊捕魚 所以沙昆雨火就是當時的一個台灣八景之一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家講在地的一些故事 那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說除了展現在地的很多文化內涵 還有我們策劃很多活動做了一個紀錄以外 應該也要獲得一些王爺公的保佑 所以我在這整本書的後面就有去跟王爺公清洗忽靈 這真的喔 這不是亂印的喔 這不能亂印喔 雖然沒有版權問題 可是對神明要尊敬喔 所以你還是要請我們的師公去跟神明說 因為我們要編這本書 希望拿到這本書的人都會獲得我們王爺公的一個保佑 我們在保佑什麼都會有一個忽靈 所以我們就把忽靈變成一個文創 就附加在這本書裡面 這也是我的一個想法啦 我覺得應該是還不錯 結果王爺公有同意 繪本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做繪本最主要就是要讓 當然大人可以看一些比較有深度的一些書籍 可是對於小朋友我覺得 怎麼樣去跟他講在地故事 用繪本應該是一個比較恰當的一個方式 所以前幾年就有一些區長他們也很願意來做這件工作 所以我就請一個插畫家 這個插畫家其實很年輕 可是他就是到國外去學插畫 回來現在在台北 所以我們都會經由網路去溝通 所以雖然人不在高雄 可是他就可以幫我們做很多的插畫的一個講在地的故事 那我們的現在他就寫三本 就是櫻岸水水的記憶 然後那個小港海風吹過港仔巾 港仔巾就是小港的舊地名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些書名都我想的 所以這個國台語都會通 海風吹過港仔巾 海風吹過港仔巾 這櫻岸水水的記憶 還是記憶 永安仔水水的記憶 然後三本廚就是水光鳥影三塊措 水公焦影三本廚 因為三本廚大家知道那有愛河 以前那個原木如果進來的話 就是有那個托船在拉那個原木 然後上面就有很多的鳥 因為我以前讀七選國中 所以我就把我以前童年的那個印象 就應用在這個繪本裡面 那這些我們寫完之後 我們其實就是實際深入到部落裡面 去跟老人家訪談 然後就經過像說 八丁金、奔冠、古代名 三本廚 我們就足以的都把它寫成一篇故事這樣子 集結大概十篇 就變成一本故事繪本 這個就都會讓那個學校的同學 老師如果現在都很注重閱讀 這個就可以變成他們很好的鄉土教材 這就是那個故事繪本的部分 所以我們寫這些東西 大概很多會根據不一樣的對象 然後會有所區隔 大人的大概我們就會用一種 像他剛才說過一種方式來呈現 小孩子更會用一種有故事 跟兼具文學寫作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製作故事繪本來跟小朋友講 高雄有什麼樣的很精彩的故事這樣子 還有一種多的感覺 這裡就是滿座的故事 然後就在內心 其實也在快點 這個時候 你來講